2月29日,纽约市第八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隐私病例检测结果呈现阴性 这是纽约市和纽约州第一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 3月2日,纽约州长葛默和纽约市长白思豪举行记者会 葛默表示,首个确诊病例是一位医疗工作者,家族曼哈顿 上周二从伊朗回到纽约市,他病情较轻,不需要住院 目前在家中自我隔离,其丈夫可能也被感染,正在等待检测结果 先行冠状病毒肺炎的死亡率为1.4%,低于普通流感的1.6%,80%的患者都能够自愈 纽约州内的实验室每天可做1000个样本测验,能够快速追踪抑制病毒疫情的传播 白思豪表示,正是因为纽约市做了充分的预防应对工作 才使得第一个确诊病例延迟出现,民众不需要感到恐慌 企业照常运转,民众照常生活 如果民众出现任何疑似症状,请立刻联系医生,主动接受检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